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食譜是五指無陶烏雞湯 馬上看看有什麼材料和做法 北旗黨參烏雞湯就煮得多了 南旗黨參烏雞湯有沒有煮過呢 今天我們用到的五指無陶就是南旗 首先小幫手帶我們去買竹絲雞 早晨小幫手我們現在去哪裡 去買竹絲雞 Let's go Let's go 這裡我們到了家時 這裡是找竹絲雞 竹絲雞 竹絲雞 我想要一個竹絲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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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整個大哥的箱子 很聰明 竹絲雞 要多大隻啊 竹絲雞 那隻四日八好嗎老闆 好 來拿雞啊老闆 老闆 來幫助老闆 知道嗎 謝謝 雞蛋啊 這些假的雞蛋不能吃的 放下 我不是吃 我們做甚麼 玩 玩嗎 待會我們買完送做完正經事後才回來買雞蛋 你先放下吧 掛上去 謝謝 然後我們買完送 你看這個 樹 這個便宜 這個便宜 真的便宜 我們買了五指母圖先 買了五指母圖先 買了五指母圖先 阿姨我買了五指母圖 是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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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甚麼 哎呀你好有型的 給錢 你也好有型的 給錢 好 謝謝 好 好小隻 有很多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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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張 是 來 打壓到阿姨太婆 當然有五指雞蛋 有雞蛋 有雞蛋 哇 不用拾雞蛋 有得吃的 有得吃的 好朋友 好了 你買了雞蛋 去買紅巴果 紅巴果 甚麼是紅巴果 紅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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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他好型仔 你很型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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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雞蛋真還是假 假 假 假嗎 我幾幾年 拜拜 拜拜 畫面見到這個響裸缸 我們會浸它一晚 第二天你就會見它脹了一倍 之後就跟豬肉一起飛水 現在處理烏雞 烏雞 烏雞 我們真的是竹絲雞 我們要把頭和頸 尾 切出來 我會把脂肪和皮都去 湯就沒有太油 有時候內臟還未清潔得太好 你也要清潔它 之後就可以拿去飛水 嘩 想回小幫手 已經陪我出入了街市 三年多 我記得當時 他幾個月大的時候 我就背著他去街市買菜 因為想小朋友 見多些不同的東西 不是去公園 有時候去街市都學到很多 蔬菜 水果 肉類 因為有時候就是看圖片 看電視 看不到太多 所以街市都是一個 很好的課外活動 竹絲雞有什麼好呢 竹絲雞有滋陰清熱 補肝益腎 健脾止瀉的功效 相信不少朋友都聽過 烏雞白鳳丸 他的烏雞就是今天我們的竹絲雞 烏雞的營養非常豐富 豐富的蛋白質 維生素B2 還有維生素E 還有煙酸 鱗 鐵甲 蠟的含量 比普通的雞肉會高很多 而且膽固醇和脂肪含量很少 所以烏雞是最好用來補虛爐 養身體的佳品 特別是坐月之後 或者要補身的你 煮烏雞就最好不過了 烏雞還有提高心理功能 延緩衰老 強筋健骨的作用 特別是對骨質疏鬆 和婦女缺脫性貧血有顯著的功效 即是你吸收到之後喝也很好 我們處理完烏雞和響裸肝之後 我們就浸一浸八核 五子無桃和淮山 浸五分鐘就可以了 之後沖一沖水 響裸肝很好 都有滋陰補腎的功用 它是一種高蛋白和低脂肪的海產 對你的唏噓 血藥和貧血都很有幫助 今天想和大家詳細介紹一下五子無桃的功效 五子無桃一年四季都適合用 老人家就說 夏天熬五子無桃就是液氣 冬天熬五子無桃就是補氣 五子無桃又是叫藍棋 藍棋、筆棋 筆棋比較補些 因為我自己的體質是虛不受補的 我家裏有兩個小朋友 小朋友都不是太適宜吃太粗意和補身的東西 所以我這次選擇了五子無桃 藍棋去代替筆棋 給小朋友和自己喝 這個五子無桃 買回來 如果沒有幫你切開一半 就自己劈開一半 就更加出味 聞起來是很香 好像椰子的香味就對了 但如果你買的五子無桃是酸酸的 味道真的不好 或者變壞了 五子無桃有什麼功效呢 它是專門治療的慢性肢器管鹽 肢器管烤喘 肺爐咳嗽 慢性肝炎 和風濕鼻痛 甚至都是產後缺乳 人奶不夠 喝五子無桃湯都很有幫助 或者你病後體虛又不想太大補 煮五子無桃去代替筆棋 是最好的 但是你身體很寒 又瘦得補 那就選擇筆棋比較好 五子無桃裡面 含有很豐富的香豆素 黃銅 氨基酸 揮發油 糖類 以及其他抗物質元素 還有紫茄化痰 提高免疫力 調節腸胃 以及抗氧化功效 你看看畫面 我夾了雞胸肉和雞腳 白鍋炒香 然後灑湯 煮五分鐘 湯會濃很多 我留下雞腿肉 滑的部位 就當作湯渣吃了 雞胸雞腳 我通常都不吃 小朋友都沒有吃 所以我夾出來煎香 灑下去 你看看煲湯和剛才腿 濃很多 火鍋炒 煲這個湯 全屋都充滿了椰香味 五指無桃的椰香味 真的跟椰子湯一樣 希望你來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五指無桃護計湯 如果喜歡我的食譜 歡迎和朋友分享 或者訂閱我的免費頻道 謝謝 下次見 拜拜